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争 便会心中坦然 这是一种可贵的人生姿态 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不争 所谓不争馒头 争口气 道出了许多普通人的心声 但你要知道 许多东西是争不来的 是你的不用争 不是你的争不来 礼让不是屈服 而是大度和格局 做人格局要大一点 天地才会宽广 路才会越走越远 格局越大越不屑争 让他三尺又何妨 近代名人曾国藩府内扩建黄金堂 其家人与邻里发生纠葛 他写信给家人曰 张文端宫六尺项的故事我们当有所获 家人尊主很快脱善处理了此事 传为佳话 吃些亏又何妨 让他三分又如何 人人都要被尊重 人人都渴望被理解 水深不雨 人稳不严 学会淡下性子 学会忍住怒气面对不满 罗梭在《艾米尔》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忍一忍 让一让 千仇万恨解一半 生活中能让是带人接物的素养之一 是宽宏大量的胸襟 是让人聪明睿智的取舍 当然 让不是一味地给 而是一种聪明的处事哲学 带着让字前行 世界会和平很多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有一个佛家禅礼小故事是这样的 寒山问师德 世间有人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请我 见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世德约 忍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这里的你且看他并不是诅咒对方结局不好的意思 而是从心里放下 一个让字倒破了天机 有些是虚忍勿怒 有些人虚让勿救 当一个人对你恶语相加 你却对他没有任何反驳 这体现了忍让 也是有素质的人和无素质人的区别 别人说你坏话 对你的才能或者能力方面提出质疑 你没有对他生起厌恶之感 这是宰相度力能称传 也体现了身为男子胸怀天下的格局 让是一种狭义 近期读《天龙八部》 被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风波厄所折服 他在天龙八部的诸多大人物中 实在是不入流 但是因为一个小故事 我却非常喜欢他的性情 风波厄在独木桥 遇见尖头挑着一旦大份的乡下农夫 二人为了过桥互不相让 风波厄说 是他先来这桥上 应该让他先过 而那农夫说 他挑着重重的大份无法后退 因此双方争执了良久 从初更好到二更 最后那农夫忍无可忍 竟然将肩上的大份 扬在风波厄的脸上 那风波厄也不生气 最后那农夫坚持不住 失足眼看落入水中 那风波厄用轻弓一把将他救下 送至岸边 自己口中喊着痛快走了 以他的武功 想要杀着农夫简直是易如反掌 但他并没有害他性命 所以才有乔峰站出来说 他是一条好汉 这一处充分体现了侠义精神 跟老人互不相让 对骂是风波厄 把挑粪老农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 如果一开始 他就依仗自己是武林人士 会功夫的身份 相让老农 反而是让人感觉是在作秀 最后当老农冲自己破粪的时候 一笑了之 这才是真正的有狭义之气 许多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 插秧其实是技术活 插秧的新手很难掌握好脚步 所插之秧疏密不云 歪歪扭扭还是小事 若是用力不够 半插半幅 秧苗的成活率就会大打折扣 退步插秧告诉我们的道理是 迁退是人生大折力 做人有时候就像这插田 看似在退步 实则取得了进展 一般人总以为人生向前走 才是进步和风光的 其实在有些时候 退步也是向前的 王石曾对媒体披露说 1988年万科股分化改造 40%归个人 60%归正负 明确资产的当天 我放弃了自己拥有的股权 一直到今天 我在万科拥有极少的股份 所谓有舍必有得 王石因主动之退 赢得了业界的尊重 王石又于1999年 将总经理职位交由玉亮 可以说正是王石放弃了老板身份 才有了万科的 现代企业制度和团队作战 万科也采有了两大成功故事 一是年销售额达2600亿元的商业成功 二是王石高于一般企业家的公共形象 打造了拥有4万名优秀地产职业经理人的万科 王石的退让 最终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 感谢让你难堪的人 歌唱家霞诺帕迪拉举行独唱音乐会 那位钢琴伴奏者自顾自弹的横向 以至经常盖住帕迪拉的歌声 帕迪拉虽然频频向他示意 但他全然不觉 演唱会结束时 帕迪拉握住钢琴伴奏者的手 谦虚地说 先生 这天我很荣幸能参加你的钢琴独奏会 并用歌声来为你伴奏 特此表示 衷心感谢 换作一般人 可以说已经拂袖而去了 但霞诺帕迪拉以他的度量宽容了钢琴家 体现的是他的大度胸襟 我们说做事不能太精 太精无路 待人不能太科 太科无有 懂得退让 防显大气 知道宽容 防显大度 才会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欢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拥挤的路上 有人会说 麻烦你让一让 谢谢这样的词 这时我们会欣然给他让路 可若有人应急过去 会很令人讨厌 一个让字能让我们得到太多的东西 例如亲情 友情 爱情的稳固 有时候家人或晚辈 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 只要我们能够忍让一下 对他们细心教育 不去伤害他们的心灵 家庭就会和睦很多 有时候朋友间吵架 只要相互退让一步 冰释前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 能够感谢彼此 从而相处融洽 爱情是否长久 一半是因为礼让出来的 让是理解 是包容 是一种新的含义 但这也要看你如何理解它 让是一个有礼貌的字 是一个人有无优雅风度的体现 可以体现这个人 是否有待人接物的素养 是否有聪明睿智的取舍 是否有细心敏锐的感官 是否有宽宏大量的胸襟 当我们懂得了忍让 不为鸡毛钻皮的小事 而大发脾气 此一时彼一时 笑到最后 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也许有人一生都在让 但他会免去许多烦恼 并收获快乐人生 有人却因一时的嘴快 与别人争吵 双方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从而引发血战 结果是一个打赢进了监狱 一个是打输进了医院 古人云 小不忍则乱大谋 冲动是魔鬼 忍一忍就过去了 让生活减少摩擦 减少口舌之争 就会出现雨后天晴 在路上 一条狗看了一条狗不爽 两条狗就咬了起来 它们咬得可真是不可开交 可是后来一条狗跑了 可能有人会说 这条懦弱没出息 相反我倒认为 它很聪明 且有气度 如果那条狗 不提前离开它们 可想而知 最终会两败俱伤 这对于它们来说 又有什么好处呢 两人一起走向一扇门 最后两个人都出不去 但其中一个人 退回来一点 就都可以出去了 如果人们不知道礼让 那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 丢掉的是自己的品质 退让可谓是人类和谐相处的 不二法门 善让者天地宽 那些真正有内涵 有教养 胸中有天地的人 是不屑为小事而争的 就拿我自身来说 我是一个很懂得隐忍的人 因为小事不足以让我发火 只要不去在意它 它终究会成为过往烟云 终会抛出九霄云外 所以说聪明的人 应懂得忍让 知理的人应懂得谦让 明德的人应懂得退让 让是一种勇气 又担当的表现 而不是一个人懦弱的体现 泰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据说他小时候读书 经常受人欺负 不是他不敢打人 而是因为他父母从小就教导他 无论做什么事 都应该学会忍让 忍让并没有让他成为软弱的人 而是成就了一代权王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善让者天地宽 这其实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这个天地如此广大 请别为小事斤斤计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作者育人的公告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感谢作者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